新鴻基 沙田龍帕沙 這個屋苑就砍了大概三成多 本來由兩萬多砍到一萬二千多 還收賣車位 相當抵馬 整個屋苑在山腰 屬於一個豪宅的配套 我們進去看看 歡迎來到你家 入門有箱子門 用電子門鎖 整個圓關位夠闊 這邊就做了一末櫃 收納量也夠 還有層架可以讓你自動調節花 廚房分為兩邊工作桌面 夠闊夠長身 名牌電器 桌面也夠多 還有這裡有個大窗 看回山景 舒服的 我最喜歡有一個很大的兩個升盤 一個洗 一個等桿 然後有一個伸縮的水龍頭 也很方便 上面的層架也挺高級的 所以它的定位是負責你 再入類似一個早餐區的位置 而這裡就有一張早餐桌 反下來就可以用到的設計 很人性化 這裡還有一些儲物櫃 有一個工作平台 看出去的山景 再入就是工人房 我看著景觀 還有有窗的 相當好 整個廳就有兩線窗 可以做到南北對流 這邊就往回沙田的時區 它來過的 路會比較遠一點 樓和車會比較多 廳夠闊 樓底就3米 都相當高的樓底 這邊就有一個露台位 用燙接門 整個露台就比較長身 都比較窄身 但看出去景觀挺好的 因為全山景 基本上沒什麼遮擋 好漂亮的 然後再進來就是睡房區 轉進去就是第一間睡房 都是一線大面積的落地玻璃窗 還有它的房間 比城中心或者市區的房間 更大一點 所以是帥氣的 另外一間房間就相對 望山景 第三間房間 Size 再窄身一些 還有多了一件東西 叫做加音桌 加回馬道聲 很奇怪 為什麼一間房又一間房 下次你看到深圓物很多 用料都非常好 而這裏就有一個淋浴區 然後做了一些壁鞍 最重要是它有窗 整體就是豪宅的配置 主人房又留了一個衣櫃位 都做了給你 還有這裏有一個對流窗 監房就有一個窗 望出去景觀就相當舒服 可以望在旁邊 放完床就對著沙田市中心的景 這邊就是一座 它二座會漂亮一點 主人浴室就相當高級 它這裏還有一個全身鏡 還有一些收入物 豪宅的四件圖都齊了 有淋浴區和浸浴區都有 還有一個很大的窗 洗澡就可以散掉一些濕氣 我整家屋就是豪宅配到 漂亮的東西 最便宜的赤價 一萬二千五 相當值得 你覺得值不值?